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2年7月29号周五 祝小伙伴们BC省省节长周末假期愉快 Happy BC Day Long Weekend Holiday 试选专栏 距离10月15号 BC省市及官员选举还有两个半月 西温哥华区市议会与本周一晚上一致投票通过 批准了卡皮莱诺太平洋步道的部分改建计划 Copilano Pacific Trail 以及英国地产社区 British Properties东部的主要下水管道 维修改造项目 因2021年1月初的连续降雨 该步道南端的一段被山体滑坡损坏 位于该处的下水道管线也受到严重影响 今天开始正式的BC省省节长周末 提醒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无论是出去旅行 还是就待在家附近转转 这个从加州到BC省北部的热浪系统 将会一直伴随着大家 无论是使用渡轮或使用道路 都会出现拥堵和引误情况 高温下可能被堵在路上几个小时 大家要提前准备好 凑风出行 今早去温哥华岛上的杜伦航班已经爆满 如果去内陆 比如欧可纳根湖区 高达近40度的 高温条件 大家也一定要先好好想想 保持警惕 科罗纳市已经连续10天 气温都在35度以上 就连温哥华北面的滑雪圣地威斯勒小镇 气温也在35度上下徘徊 决定留在本地过节的清门 可以看周六的西班牙队烟花表演 以及周日到温哥华当趟 参加骄傲大游行 Vancouver Pride Parade 或者到北温 参加大威德登山队组织的 雪山飞湖消暑纳凉的剑走活动 著名的加拿大咖啡连锁店 Tim Hortons表示 将提供免费热饮和一份甜点 以解决多起集体诉讼案 该连锁店的手机APP 涉嫌在没有知悔客户的情况下 记录消费者的位置信息 以及消费时间长短等等 导致投诉 连锁店希望通过未受影响的用户 提供免费咖啡和甜甜圈来化解官司 该公司称要等到9月6号 加拿大魁北克法院 对该和解方案的判决结果 来决定提供有关免费热饮和烘焙食品的 详细信息和分发办法 据央视新闻报道 当前正值高考招生录取阶段 个别部法机构和人员 通过炮制并不存在的学历 教育学校发布虚假招生信息 发放虚假大学录取通知书 骗取考生钱财 为此 中国教育部再次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不要相信任何走捷径 不用填志愿 低分上名校等谎言 在报考高校或接到高校 录取通知书时 务必做到三核查 BC省新冠疫情 本周四更新数据 累计超过378000多例 过去这周核酸检测人数 13000多人 检出新冠阳性900多例 住院401人 包括ICU35人 新增死亡29例 BC省累计死亡3908例 加拿大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7月29号更新的数据 超过405万6000例 新增32000多例 累计死亡42681例 新增253例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特约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